热点时评 纽约时报报道 泄密文件再度引发对普京健康猜测 作者 麦克尔·克劳利 播讲 夏秋年 本文作者 麦克尔·克劳利是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外交记者 他自2019年加入时报 曾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最后18个月中担任白宫记者 下面是这篇报道的证文 一年多来 有关普京病重的说法 一直是耸人听闻的猜测 网络视频分析和潜在战时宣传的主题 尽管美国官员表示 没有证据表明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生命垂危 如今 在泄露的大量机密材料中 有一份文件提供了人们执迷于关注普京健康状况的最新例子 文件描述了两名乌克兰官员之间的对话 其中一名官员声称 在普京据说正在接受化疗之际 内部反对者正密谋挑战他的统治 目前还没有证据可以证实这一说法 以及之前的许多说法 而且泄露的文件也没有显示美国认为他可信 今年7月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驳回了有关普京健康状况的猜测 许多俄罗斯问题专家认为没有理由怀疑他 分析人士称 公开讨论普京的健康状况并不令人意外 负责中情局俄罗斯行动的前中情局官员约翰·西弗表示 这是大权在握的专制领导人身上神秘光环的副产品 这些领导人总是与观察人士保持距离 个人生活也隐藏得很深 近年来 围绕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一直有此类看似毫无根据的说法 称他身患重病 甚至已经死亡 类似的猜测也集中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身上 特别是当他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停止出国旅行时 我对健康状况方面的说法从来不太在意 西弗说 多年来我们一直听到同样的东西 我只是认为 在封闭的社会里 当权者对一切都采取隐藏和撒谎的态度 领导人的健康问题总会是讨论的话题 自普京去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以来 许多关于他的说法纷纷出现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他的批评者散布了虚假信息 以破坏他充满活力 来势汹汹的硬汉形象 在1月初接受ABC新闻采访时 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基里洛·布达诺夫 大致上同意这些传言 他病了很长时间了 我确信他得了癌症 布达诺夫说 我认为他会很快死去 我希望很快 两周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更进一步 质疑普京是否还活着 最新的猜测出现在据指为空军一等兵 捷克·特歇拉泄漏的文件中 报告称 乌克兰议会议员 叶利萨维塔·伯胡茨卡声称 知道俄罗斯官员的一项计划 旨在削弱本国军队 从而动摇普京的地位 伯胡茨卡说 他们的计划是在3月5日之前 制造一次军事挫败 据称 普京计划在3月5日开始一轮化疗 因此无法对战事发挥影响 该文件称 文件显示 伯胡茨卡于2月17日向泽连斯基的幕僚长 安德烈·耶尔马克披露了这一密谋 声明还称 伯胡茨卡从一名身份不明 能接触克里姆林宫官员的俄罗斯消息人士那里 获得了这些信息 乌克兰官员都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这份文件没有说明美国是如何知道这次谈话的 但泄露的报告证实了人们的怀疑 即拜登政府一直在监视乌克兰政府和其他盟友 后来的事件并没有证实这些说法 克里姆林宫有关普京活动的档案显示 虽然普京在3月5日没有公开露面 但这一天恰好是一个周日 他通常不会在公开场合活动 在接下来的一周 普京参加了多次会议 也没有证据表明 俄罗斯军队在那段时间遭遇了意料之外的挫败 在社交媒体上寻找线索的人们 长期以来一直在利用普京公开露面的视频 声称可以从他的外表、语言、步态或姿势的变化中 发现健康状况不佳的证据 根据俄罗斯资深记者阿列克谢·维涅纪克托夫 在电报上发布的一篇文章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去年4月被问及有关癌症的谣言时说 这是虚构和虚假的 这似乎是俄罗斯和美国官员之间罕见的共识 今年7月 在一年一度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 当被问及普京的健康状况时 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显得毫不犹豫 有很多关于普京总统健康状况的谣言 伯恩斯说 据我们所知 他非常健康 西福和其他人指出 最近的一个事态发展 不久前从普京的精英安全部门叛逃的 卡拉库洛夫的描述 并没有给希望普京即将不久于人事的人 带来鼓舞 作为一名于去年10月逃离俄罗斯的 加密通讯专家 卡拉库洛夫称普京是一名战犯 如果能证实有关普京身体状况的坏消息 他应该会很乐意那么做 但在本月接受美联社采访时 卡拉库洛夫的说法恰恰相反 他说 一定要说的话 那就是普京的健康状况 比大多数同龄人都要好 全文完 编离